好 做笔记的时间来了 请这个正行跟我们一起来挑 这礼拜的功课一样是 第一本一笔 这个还没有涨那么多的股票 还没有涨的公司 我们这礼拜要挑的是 当然现在大家最火红的 这个车用电子怎么看 好 先来看一张很复杂的图 这么多怎么买 有人不是电影叫做 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吗 那其实选谷就是 台积电教我们的事 台积电告诉我们 车用现在很夯 好 那我们今天锁定了车用了 那这个礼拜 两个电子次足距很强 散热 所以我们就把台积电教我们的事 跟散热结合起来 就是这些 那这是一个车用 所有散热的运用 大家有没有发现 好像都用到风扇 对 好多风扇 对 但是这些都是车用风扇 跟一般我们见准 这些认证是不同的 它是旷日时久 所以我们就来帮大家找 车用风扇的概念股 因为我们发现 这些股票竟然还没涨 是喔 需要这么多的风扇还能涨 现在只要提到特斯拉 我相信没有一家公司 本益比没有在20倍 只要你说你有特斯拉的订单 我相信是吧 大家都知道特斯拉 所以它不只是特斯拉 它其他的车上 它也都接了 那我说 那本益比一定很高吧 那我们来看下面 就可以看到 它现在大概25元 那为什么本益比没有高呢 25元 它前三季就赚了1.5元 那第四季还没有公布 那比我们来看 去年大概赚2元左右 那25块钱 12.5倍本益比 大概我想有跟特斯拉 那为什么它可以比你这么低 因为毕竟来讲 大家都认为车用叫散热模组 像今天有点叫双红 它说它窃入特斯拉的散热模组 今天就先喷个半根再说了 那它的骨架也都是百元以上 可是大家都认为 风扇不是一个了不起的技术 却忽略了 其实风扇用在车用 也是需要经过长期的一个认证 所以我们来看 现在来讲 而且它公司来干嘛 它公司这四年减了四次支 这证明了什么 公司很多钱发给你 然后每一年配给你一点多的席 那即使它不涨好不好 殖利率也有6% 那当你在这本益比 就是我喜欢帮大家选这样的公司 就像上个礼拜我们不是讲 什么精神科跟耿鼎 后来也都不错的表现 最主要是什么 选稳一点的 像客数比较少 另外一家公司我们也看到 它在车用上表现很不错 它叫圆山 可是为什么比较少人注意到它 也是因为 它最近天气很冷 圆山是做小家电的 像什么电热器 什么都被销售一空了 所以它最近股价上涨 其实是因为小家电的关系 因为天气冷 对 其实是因为这样 跟车用的散热还没有被 但是我们看到 这是它车用部门传导器的 这个试验部的副总 他特别强调 圆山的塔钢厂不但赚钱了 而且明年 这是去年的新闻 去年的十月 所以也是今年它还要扩厂 那扩厂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因为产能供补应求 就是我说的车用大好 所以它现在不但是具有点家电的想象 它也有车用散热的一个重大的一个 所以看到没有 它的产能已经九成了 广东厂也在上升 所以它是两地都在上升 所以在车用散热里面 虽然风扇是它比较忽略的 可是我喜欢找大家忽略的 因为忽略为什么 还没涨到 所以我想不管是圆山或是雪喜 都是相对来讲股价二十来块 然后赚两块钱的公司 所以投资来讲 都是比较适合长期投资的车用标的 好 谢谢郑贤 我们看到现在的股市让大家学到 耐心其实也是交易的一种美德 选到对的产业记得就报警处理 祝大家操作一切平安顺利 下个礼拜再只有您来开趴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